好,大家好,我是錦翔 今天第二次挑戰第六關資本家 那在一開始呢 又發覺自己格局太小的問題 怎麼說呢,因為自己 因小失大悟 一直在去在意 別人的那些瑣碎的事情 想從別人繞到一些好處 但是在在意這些銀頭小率的同時 反而失去了市場上 可以得到非常 巨大財富的機會 那這樣想到 其實我現在的職業 因為現在的職業是身為 軍人的身份 那其實在軍人的裡面 大部分每個人都是 在意向線為主 那今天想到 這個例子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 其實 因為裡面常說 你跟外面 一開始出社會的工作年輕人 可能22K起跳 其實軍人這個職業 其實也是蠻穩定 休假又多 齊心又高 那 這個就好像今天的那些銀頭小率一樣 你如果把自己 就是設定在自己是意向線的 那相對於外面的當然是高出許多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成為 被逼與愛向線的人 你有 那個願景 你有看到 你是想要成為那邊的人 縱使你還沒有達到 那你 像今天一樣 或許 你還沒 賺到那筆巨額財富 但是 你如果知道你要的是那筆財富 而不是現在的銀頭小利的話 你就懂得你要去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就懂得你要 不應該局限在意向線為主 然後最後呢覺得自己 在一些邏輯方面還是不夠完整 價格還是不夠完整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不熟練的緣故 那我希望 就是再繼續透過不同關卡的學習 然後讓自己 能夠再繼續更熟練更加油 謝謝大家